来吧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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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坐在那边就油门都吹很紧哦 轰隆隆隆穹穹穹穹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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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信件 因为最近呢 在飞的电台 其实我们星期天也有一个小时的马克信箱 那我常常会放可能五年前的 就一开始在做YouTube的马克信箱的时候 然后我就发现 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回的信 很少啊 对很少 我们都在废话 然后现在好像就是有比较努力的在回信了 但大家到底希望我们回信回多一点还是会少一点 会少一点吧 还是希望我们回信回多一点 然后废话也多一点呢 你就一集做的跟那个奥本海默一样长啊 每一集都三小时 我就不信你听得完 好的我们今天继续来回复大家的手写信件了 欢迎来到马克信箱 这个数位点藏你的情绪跟事件跟青春跟回忆的地方 你也可以把这里呢当成解忧杂货店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封信呢来自于Landy 前一阵子我跟在一起三年多的前男友S分手了 我们是大学认识的 但没有在一起 彼此都是毕业后我们才在一起的 我本来在A公司上班 但前男友跟我说 如果结婚买房 你觉得你的薪水可以吗 那我在这个公司薪水三万多而已 但前男友是工程师年薪破百万 我就换工作去新公司了 新公司压力很大 跟同事相处也不合 一开始跟前男友说 他说你还不习惯了 半年过去我越来越忧郁 上下班途中都在哭 哇 也会想啊 车祸就算了吧 就出车祸吧 前男友就这样看我每天哭 本来会安慰我 抱抱我 但最后只说 怎么又爱哭啊 哇 就不理我了 我下定决心要离职 我跟前男友说 他又觉得 太吵帅了吧 我们就开始很常吵架 离职后情绪低落 我没有积极的找下一份工作 某天我要去运动 可我不想前男友跟着我 就发生了一些口角 哎 他的口角的角 真的是足部的角 你说踢脚啊 是踢脚的角 脚怎么会有足部的脚 肉部吧 肉部 好啦 你最屌 这样也要生气 关上门 我听到前男友在摔东西 我没有开门跟他争 运动时一直在想最近的事 到晚上十点多 前男友一个电话 一个line都没有 当时我就想 他是不是觉得 我就只有他家可以回呢 我当时住他家 新公司就在他的县市 我一个人离乡 来到他的县市 一直到十一点 前男友才终于打电话 问我说 你在哪 睡前他突然跟我说 有话要说 但很难听哦 你都不找工作 你也不运动 越来越胖 我完全没有吸引力 你变胖了 我一直都不想跟你发现关系 讲完前男友就倒头睡了 留我一个人哭 哇 三月我们去日本六天 六天我都不爽 有梯又哭了 想想只觉得荒谬 去日本第一天 前男友就因为看不同地铁 对我生气 机票住宿交通行程都我排的 他就是出钱 出机票钱 在日本都禁止我买东西 我只要进去药中店 看一下就一直吹 一直吹 一直吹 买东西就臭脸 所以我每次买东西出来 都要看他的脸色 我还要微笑地问他说 要吃什么啊 要去哪里啊 他就会很不爽地回答 去哪 都几点了 都几点了 要吃什么 态度都很差 我很委屈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而且是他吵着要跟我一起出国的 我在日本第二天脚痛 想买鞋 可是我到第五天才买 我跟前长讲完之后 隔天继续跑行程 他也从来不在意我的脚 总之六天 我都在看他的脸色 日本回来后 我就逃回家了 一秒都不想跟他在一起 从他开始嫌弃我之后 我对他的怒气也开始上升 以前都会忍耐 现在我不忍了 我觉得你到底在嫌什么 我都不说你了 脾气也差 卫生也不好 而且你还是妈宝 32岁的人了 每天把穿过的衣服脱下丢洗衣篮 你妈就会帮你衣服拿去洗 洗好练好 只好送到房间 你现在在想说 不是大家都这样吗 不是 你本来就是妈宝啊 对啊 而且你的卫生不好 你缺牙 你还缺八颗 你还有牙周病 有两颗牙还特别黄 有时候你还忘记 耍牙就去上班 你有香港脚 你有灰指甲 最近因为太严重 你的指甲跟肉 已经没有办法黏在一起脱落了 我有照片 你们要看吗 我不要 还有很多缺点 我从来没嫌过你 我只有跟你说 要去看医生 你又不当一回事 说我胖 我从来都没有说 我自己是上次啊 我一次都没有 从日本回来之后 我有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 在你的现实 我就是只有你家可以回 他回 对 后来他对我的态度 我都感受得到 他只要不爽 就会把我一个人 丢在后面 自己走自己的 谢谢马克玛丽 听我这么长的抱怨 希望念到信实 我已经遇到更好的人 也找到我很喜欢的工作 By the way 千南亚强说我穿得很丑 你穿的才丑 你不用等更好的人出现啊 你可以马上离开一个 懒人 你可以自己当那个更好的人 那个更好的人会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相依为命吧 我们离开这个 听起来这很糟啊 一个缺牙缺八颗 八颗有点多吧 你怎么办 缺八颗 还有牙周病 香港脚 灰指甲 指甲脱落 而且又很脏 脏 又骂你的人在一起 这个没有道理耶 随性付上五百元 哇 你也没工作 然后也付钱给我们 这个也没道理耶 亲爱的马克玛丽 我们是毛毛&坏东瓜 今天要来说说我们的人生巨变 2023年8月18号 我们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 判了九个多月 女儿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生啊 在爸爸冲进产房的时候 宝宝已经剪完旗带被抱起来了 看着皱巴巴的女儿啊 妈妈心想说 哇 原来这就是生产啊 剪痛分娩 无疑就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接踵而来的是 喂奶啊 挤奶啊 泡奶啊 换尿布的地域 就算在月子中心 有护理师24小时照顾宝宝 你还是不能贪睡赖床 只要三四小时 没有挤奶或喂奶 你整个乳房就会肿胀难耐 俗称石头奶 严重一点呢 会变成乳腺炎 甚至发烧 生完小孩 还是一刻都不得松懈啊 还好有马克辛香的陪伴 让挤奶的时光不无聊 也让无趣的月中生活 增添不少欢乐 最后呢 我要感谢神队友坏冬瓜 在我疲惫的时候啊 都可以接手照顾女儿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未来还要一起加油哦 已经加入会员的 毛毛眼坏冬瓜 希望你们一家都平安啦 这个戏里面呢 同时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来自八加九地区的月光 来各位来猜猜 来自八加九地区 你这个八加九地区 你第一个想到会是哪边呢 三重 那错了啊 没有啊 我就好奇大家会想到哪一个而已 哦 所以刚刚应该是要一个 给一个长长的空白是不是 嗯 你要像那个Dora选英文那样 那答案是 蛤 怎么来自新竹啊 哦 这个是你的老家吧 是不是 哦 今天想要分享 跟我差五岁姐弟恋的 神奇控制狂前男友的疯狂事迹 我跟你说 我搭捷运啊 或搭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 我不能坐在南山旁边 蛤 捷运就算了 顶多我站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我认 上一次搭火车的时候 我明明买到座位了 嗯 前男友规定 不能坐 我只能站到台北 蛤 我必做人想说 这个人好怪啊 你买票你干嘛不做 对啊 当然 我到台北转成捷运的时候 我还要继续站 不是啊 这瞎了吧 而且你为什么要听这个不合理的 你念到了两封 都是超级低自尊的人吗 好扯哦 为什么要听这个不合理的那个啊 上班时间必须要随时回讯息汇报 我现在在做哪个报表 我现在在用签诚咯 蛤 另外我们公司是远端办公 那我跟同事会约好 那我们一周还是会一起进公司一趟哦 然后讨论事情 然后也维持同事间的感情 只要一周进公司超过一次 你为什么要去那么多次啊 你为什么要一直去啊 你为什么要一直去公司啊 一直跳针 啊我上班去公司 不是很正常的吗 他男友有事吗 公司呢 是开放式办公室 没有固定的座位 所以当然我旁边也不能坐男生 可是我真的很难控制 谁要坐隔壁啊 啊我只有开放式 都是男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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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去餐厅工作 拍照给他看 如果没有回讯息 没有拍照给他看 他会狂打电话给我 打几通 二十通 三十通都打 直到你回我讯息 好扯哦 在服装部分 只要不是跟男友出门 你只能穿到脚踝的长裤或长裙 裙子有点开吒 不行 漏搓脚踝 不行 漏搓脚脚的鞋子 不行 我几乎只能穿布鞋 之前要参加一个比较正式的会议 我也不能穿高跟鞋 他男友是阿拉伯人吗 所以我只能穿全包的皮鞋 因为我去哪边都要回报嘛 安装一些订软 订位软体也是必须的 同性朋友的邀约 也是要先申请 不好意思 我想跟白雪出去 你可以核准一下吗 好扯哦 回复同意才可以 包含我周末要 不好意思 我想回老家可以吗 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但他自己是台北人 所以只要回家都OK 别问我 为什么啊 我的口气 你为什么要接受啊 是不是用平静的语气是很难展现自己的情绪呢 分手导火线是因为部门新来一个男同事 之前整个部门都是女生 他就发疯了 你不能跟那个同事讲话 你不可以跟他讲话 你只能跟他用公司的软体 只能用公司的软体传讯息 你们只能讲公司 你不能使用波浪符号 你不可以使用emoji 我要检查你们所有的讯息 但我反向要求 那你也这样做给我看啊 他就拒绝 哎哟 哎哟你真的很自私哦 虽然他的事迹 你们听起来就很疯狂 就觉得怎么可能 对啊 可是分手的时候 我居然放不下 放不下 我大概emo了两个礼拜 我还曾经希望可以复合吗 哇靠 但现在我想想啊 我这个脑子真的坏了 对你真的是坏了耶 斐贴了 整个大斐贴 好 这个是月光的故事 另外一封信呢 是来自于橘色多利多姿 第一次知道玛丽 是因为你带了Ruby的班 那时候就深深爱上你 我是没有听过点点点的点粉 但我今年 我利用了我的上班时间 把录音档都听完了 一起想写信给你们了 但是我就想说 不行不行 我要当那个一出场 就让你们记住的人 所以我在等我 有惊天动地气鬼神的故事 我才打算写 可是我生活 又很平淡无奇啊 我就没有事情啊 到某个星期一 午休买饭的时候 我看到了马克全组的讯息 手抖到不行 怎样怎样 我久久不能自己 那个 甚至我忘记 我忘记跟店员说 我要微波我的便当 我说什么 还是他们说什么 玛丽丽爱了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心神不宁地吃着便当 我告诉女友这个消息 对 整天嚷嚷着 要跟玛丽结婚的我 是有女友的人 女友云淡风献说 没事 当初我的忠硕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的 没关系 过两天就好咯 不 不可能两天就好 我今天带着悲伤的心情 下完了我的班 我听到玛丽甜甜地说 她很可爱 我想把全世界的美好都给她 我听了千百遍 就虐我千百遍 她是男生的女生啊 她是不是也是女生啊 她没有说耶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幸运的人 她上辈子拯救了全世界吗 凭什么 凭什么不是我 我也很可爱啊玛丽 真的啊 你传一下你的照片啊 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很可爱 多可爱 对啊 崩溃晚的我 还是喊累祝福你 如果今天真的发现一个 更可爱的人 你会抛下现在这个 没有比较更可爱的人 这什么发言啊 我就是花痴嘛 我就是在热恋期的一个人啊 好扯啊 顺便说一下 我是牙剂石 在这边我对不起今天的病患 你们的牙齿 是没有灵魂的我做出来的 好糟糕 怎么那么糟糕啊 好写信的时候呢 是已经过了两个礼拜 我还是走不出来 谢谢你们 好的我们会再回信给你们 天哪 前几天我就很发花痴的双手 撑着我的脸上盯着他看 然后不讲话 我觉得他应该觉得有点困扰 困扰 不是啊 我可以体会你这样的感受啦 我懂 你之前也有这样趴着这样看过 我懂我懂 趴在心练习旁边 我今天呢 有说啊 我希望我可以用这个 比较平静的情绪啊 来录这一集的马克信箱 但前面听到那个 两封低自尊性 我实在是 你会憋出病来的 我跟你说 真的心好揪啊 我在这个礼拜呢 也看到这张图 然后这张图呢 就在讲说 你知道吗 我们人啊 分成低频的能量 跟高频的能量 你看到这个图啊 我远远看到 我跟我那图一样震撼 有人传一张图给我说 你知道吗 全台蛋黄酥热量破表的前几名 然后我喜欢成那一家 是第一名 是第一名 请继续 所以呢 我看了这张图之后呢 我就在想说 我能不能办法在马克信箱 给出高频的能量呢 我所说的高频能量 不是那种 我情绪很高张 哇 Shut up 的这种东西 我说的高频能量是 它把它分成 低频能量 从一开始可能羞愧 比如说我们星期一 讲的那个 我就赌博啊 然后付卡债百万啊 这样子 然后内疚 觉得我曾经过去 没有做好什么什么事情 冷淡 悲伤 恐惧 然后往上一直走一直走 欲望 愤怒 到骄傲 它呢 把这些情绪 还给予一个数值 就说羞愧的话呢 可能就只有20 你的能量频率 然后这可能已经接近 就是想要躺着啊 自我封闭啊 身心健康 已经很不OK的情况 一直往上走呢 到了骄傲这边啊 就是所谓的 山道猴子部分 觉得自己都懂 别人都是智障 我最强 我最屌 这边呢 自我膨胀 然后呢 抵制成长的 就任何人告诉你说 这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向内自行 然后说自行是什么 庸人自扰啊 白痴 那种很狂妄的说法 在这边呢 虽然呢 我们从羞愧到骄傲 感觉起来呢 好像是一个从零能量的 没有能量的 到一个能量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可是其实在这边都还是低频能量 然后它的数值呢 是从20到175 接下来有一条线 划分了低频能量跟高频能量 再往上走 是勇气 会把握机会 有信心会肯定 然后会满意 会主动 会宽恕 会理智 有爱 有喜悦 有瓶颈 最上层的高频能量是开悟 我还不求开悟跟瓶颈 我在想 有没有办法 我今天用高频能量 就是勇气就好 往上一点点就好 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给出这样的能量 你想要给出大家刚刚那些形容词的能量 对 就希望 不要皱眉 我尽量 很难耶 真的很难耶 就我们大部分遇到的人 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人 都是可能20到175 这边游移吧 然后有些人可能频率比较低的 他可能就在20到50之间游移 就永远都一直在自我怀疑 然后很不开心 很低档 有些人就山大猴子可能就是 120到175 然后会有很多抱怨愤怒 看不爽的 然后觉得自己最强的等等的 但我们大部分遇到的人 都是在低频能量中摆档 有点难过 可是没有办法 就是听马克信箱的人 很多就在这个频率里面的人 但不听马克信箱的人 世界上大部分人 也都在这些频率里面 你很少见到一个很有勇气 就是这是挑战 我要前往 我要去 就是很少遇到这种人 就很主动说事情来了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我要解决他 或是很少看到那种很平静 发生什么事情 就说 我理解了 他应该有他的难处 所以这种人很少 非常非常少 我希望今天可以 给出多一些些这样的 对 就像前几集呢 也是收到了某一个 很低自尊的信 然后或是我可能 当现在念的时候 觉得他一直在原地踏步 等等之类的 然后可能好像大叫一声 Shot Up 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你说你停止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的 大家就很喜欢这种东西啊 可是这也是低频能量 不OK 所以你开始要做个 取高贺卦的节目了吗 我们本来就已经很 很寡人贺了 很少人负贺的一个节目了 然后你还要往一个 大家不喜欢的方向去 对 就是这样欣赏你 谢谢 谢谢 我是凌凌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我在前公司遇到的 性骚扰事件 受害人是我的同事 性骚扰的人是我的主管 我是发现这件事的人 我为什么会发现呢 因为我主管 不会用公司的电脑 上传手机里的照片 他都会把要上传的照片 先LINE给我 我再帮他把照片 上传到公司系统 事情发生在去年的8月31号 那天早上 我主管也是把照片LINE给我 请我上传 传给我一堆照片当中 夹杂了一个三十几秒的影片档 我点进去一看发现 这个影片是他偷拍 坐在他旁边同事内裤的影片 我看到当下超级震惊的 我进公司还不到一个月 但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觉得这个主管人很亲切 是个和蔼的老人家 整个办公室相处起来的气氛 也都很欢乐 殊不知当时是我想的太美好了 我不晓得社会的黑暗 看到偷拍影片的当下 我只觉得 会不会是他手机拿着不小心去 回到 不然不会有人这么智障 把自己的偷拍影片传给别人 我就没有跟当事人或其他同事讲 我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 结果在那个公司 待了一年的时间 宇宙仿佛要帮我上一堂课 同样的事情 今年的7月又发生了一次 一个30秒的偷拍影片 一样夹在一堆照片中误传给我 影片里面是同一个受害人 可是从衣着上面可以判断出 这不是去年的影片 一直在夏天拍的 一直在冬天拍的 两支影片的偷拍画面 虽然都只有短短的几秒 可是有很清楚的拍到 内裤正中央的画面 这次我很确定 我的主管是故意的了 当天我就趁主管 不在位置上的时候 去告诉那个 被偷拍的姐姐这件事 那个姐姐看到影片的表情 让我印象深刻 她满脸通红 眼角微泛泪光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满脸通红呢 眼泛泪光 不可 先沉默地小声问我说 这是真的吗 还是 她是不小心的呀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 主管就回来了 我就马上回我的座位 用LINE把影片传给她 并且跟她说 如果需要我帮忙 我会帮她的 事后呢 这个姐姐没有告发我主管 跟主管的互动也很正常 跟平常一样 打屁 聊天 也继续地穿裙子 反正呢 她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也没有再来问我 或讨论这件事 我就没有再提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假装没有这件事啊 我也没有办法继续 跟我的主管相处 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 我甚至有想过 那个主管 是不是故意 要把影片传给我 想要跟我暗示些什么 暗示什么 嗯 你想不想也被我拍 蛤 之类的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 觉得怎么样 隔美两周呢 我就提离职了 这两周啊 其实中间发生一件 我觉得很妙的事 就是在我看到 第二支偷拍影片 后的两三天 我还在思考 我到底要不要换工作的时候 某天晚上 我爸就跟我说 他因为工作的关系 得知 同业有开缺 而这个缺的工作内容 跟我在前公司的工作内容 非常类似 待遇也比较好 重点是 离家近 骑车上班不到五分钟 我就马上答应了 火速投履历面试 我觉得宇宙啊 好像有股神秘的力量 在帮助我 现在想想 去年的我也真笨 怎么会觉得 影片会是不小心的呢 要先不小心的 把手机调成录影模式 不小心的拿着手机 不小心的 把手机挥到姐姐的群底 不小心的 按下开始录影 再不小心按下 结束录影 这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不小心 会同时发生嘛 我应该要理性 思考这点才对的啊 我先抖内 100元的7理券 谢谢你们 把我的信念完 也谢谢你们 继续做马克信箱 这是我第一次 写信到马克信箱 想要请玛丽大喊 妈我上马克信箱了 妈我上马克信箱了 潜水四年的典友 想要跟玛丽说 我很喜欢你 你的面膜很好用 谢谢 谢谢大家 现在要让玛丽开心 因为一件事情 是不是就是称赞 你的面膜非常好用 我很喜欢你的面膜 原来这就是被称赞 小孩漂亮跟可爱 跟聪明那种感觉 就觉得 谢谢谢谢 但因为就是面膜下还有 但是我短期内没有在po 是因为小帮手真的太忙了 没办法出货 出货太赶了 但是还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还是想要的话 你可以上官网去看 都可以找得到 马克玛丽 I love you 我是点友 小咔咔 我想要分享我的故事 让很多可能跟我一样的人 执迷不悟的人 有点省思 听听 我家里很重视读书的学历 我爸爸台中一中 妈妈北一女 两个哥哥都名校自幽班 我就不自觉的会议 工作要打拼认真 然后要有好学历 作为我的择偶条件 我刚忍住了 没有给出低频能量 但你的key很低频 你刚刚那一句 本身就是低频能量吧 那个低频能量 就是说 这么爱比较 那为什么只说了 爸妈的高中 我听听大学啊 2020年 我认识一个男生在iPad 一起在iPad 他当时在矽谷的 大牌总部上班 我们开始每天都会聊天 那因为我16岁到22岁之间 我都在那个英国念书 我觉得他在大学毕业后 去美国读硕士 自己又成功的在矽谷找到工作 很有一种外地打拼的共鸣 很吸引我 然后他在生活上又很有毅力 他每天都会跑步一个小时 生活作息都很自律 那专业上的能力跟热情 都深深吸引我 他从来不会搞失踪 LINE的聊天突然没回 回来后都主动跟我说 因为我刚才干嘛干嘛干嘛 所以我没有回你的LINE 我很崇拜我爸爸事业很成功 崇拜我爸爸的刻苦 他的毅力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矽谷男 寻寻觅觅的另外一半 会不会就是我爸爸的翻版呢 我们聊了将近一年 哇 后期有时间我们都会视讯 在快一起时又分开 我觉得我自己的人格 深深的被他刺伤 比如说他有一些经典的名言 他会跟我讲 嗯哼 哇这些话如果有你的口吻 讲出来真的是很欠杀 虽然你不够聪明哦 但是你很努力了 只会工作 但不会做家务的女生 不只是我 你会让所有男生都倒进胃口 靠你为什么每次讲完 都要弄眼神看我啊 我觉得刚这两点都蛮适合你的啊 这人家讲话的态度很讨人厌 这有够讨人厌的 之前呢 有点小小的不开心 然后可是两个人 已经忘记什么事了 然后这个男生道歉哦 我要为昨日的吵架道歉 我跟朋友说到我们昨日的吵架 他们说 是我太早熟了 我还没讲完 还没 你不能跟上我的想法 也是正常的事 靠 接下来呢是 为什么你在讲这段的时候 看起来心情又很好了 你要不要证实一下你自己的心情 什么意思 你就是喜欢踩着别人 你念这段的时候很快乐耶 真的啊 我的微表情展现出来 你的眼睛就是有光 这就是低频能量 哇 很糟糕啊 很糟糕 很糟糕啊 好 我主动想要跟他聊 昨天的意见不太合 他就爆炸了 我没时间在那边跟你五四三 你没工作还可以吃住家里 靠家里养 我工作丢了 是要在外喝西北风的耶 以上那些都是他说过最伤透我心的话 我朋友我哥哥都说你不要听他不要听他 可是当他说我是一个倒进胃口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 我的personal traits personal traits personal traits 好像被他摔碎了 我觉得很相信又很自卑 我觉得对 我只是一个倒进胃口的人 不会有好男生喜欢我QQ 不是的 你不是的 我第一次遇到这么易怒的另外一半 以前的两人男友脾气都很好 可是我喜欢他的能力跟才华 还有他给我的安全感 因为我是非常在乎另外一半消失或已毒不回的人 所以只要他生气 我都会主动的讲话求和 遇见他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什么是为了爱放下自尊 我深信他的易怒不是什么大事 他的认真 进取 都值得我用心守护这个感情 但没有 我也是英国名校特优毕业的 我的作品也是参展英国欧洲各国的 雅思8.5的我一看他 resume 履历吧 resume 我就知道哪里要改grammar 但我很完整的跟他说 他又不开心了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我是工作事业心很强的女生 我很害怕另外一半是不认真 对未来没有愿景的 那因为他又容易生气我怕吵架 我们分开了 我也因此会无法停止觉得 能力强又优秀的男生 就是不会喜欢我的 昨天呢是白昼之夜 我从学姐的手机发现 矽谷男今年五月结婚了 我突然觉得很快乐跟释然 因为我内心直觉知道 跟他一起结婚 放弃自己的事业去美国陪他生活 其实不是我想要的 在今年我创了自己的品牌 每天都充满热情跟幸福的工作 我期待自己可以遇见 珍惜自己人格特质的另外一半 一起努力进步 谢谢马克信箱 因为我对于矽谷男说的话 真的太伤心了 某天水姐就说你听听马信吧 我就迷上了 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当局者迷 从很多感情故事中 领悟了一些道理 天哪 可以带给你这样的提点 或是让你真的知道 你很棒 你很好 你不用为其他任何人改变你自己 然后爱生气这件事情 其实有点被低估了 我觉得 你说这个特质嘛 对 就很多人可能觉得 啊没关系啦 那只是一时的情绪 但我觉得有点太低估了 大家应该需要小心的 就是对于那个情绪会突然很高涨 跟就是爱生气的人 还是要保持点距离好一点 祝福典友们 让我们一起山步转路转班 然后PS 请问我要怎么当马信救世主呢 马信救世主在YouTube上面就可以当啦 嗯 点一点就可以看到他了 没错 You're awesome 你很棒的 亲爱的马克玛丽 你们好 我是台北的小胡子 从青春点点 听到现在上班 可以停十几年啦 今天要写信 是因为 我想要在这个数位数洞 记录 分享我的故事 2018年那个夏天 缘分使然 我跟他就这样匆匆在一起啦 那一年多的时光 至今回想 还是觉得 那是我最珍贵的一段恋情 也是因为他 我开始接触身心科 蛤 因为尚未走出前任偷吃的阴影 我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眼前这个闪闪发光的男孩 正是我期待能够共度一生的对象 因此 我觉得他不应该接受我的这些没安全感 最终我选择求助专业 鼓起勇气 前往身心科就诊 开始接受资商 服用药物 就是希望竭尽所能 维护这段感情 期盼 可以开花结果 最后还是不敌那一颗 善变 又难测的人心啊 2019年底 圣诞节的前夕 我 被分手了 原因是 他不知道 跟我在一起 是快乐 还是不快乐 不过 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啦 分手理由千百种 但真正的原因 你永远不会知道 再多的追究 就是徒增痛苦而已 紧接而来的 是我在工作上面 又面临了空降主管的职场霸凌 宛如雪上加霜的无情打击 让我的身心状况逐渐失控了 眼看 诊所的医生 药物一个接着一个换 可是没有见起色 最终我在去年年中 改到大医院寻求协助 虽然历经了极其痛苦的 前两三个月的试药阶段 但最后 也是慢慢恢复了 某个瞬间我觉得 嗯 我自己就要好咯 只是 无常 总是在你措手不及的时候 悄悄来到 今年初 我确诊新冠肺炎 打乱既有的生活步调 然后紧接着 影响我的体力跟体态 因为确诊 没有办法中训嘛 而这也让 有体态焦虑的我 状况变得更差了 然后 农历年后 又遭逢了祖母过世 家人分产 还有第一次申请房贷 各种繁杂的琐事 再加上对既有的工作 产生了认同问题 让我再度寻求 申请课的协助 直到写信的现在 我都还在服药 但我知道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因为我有一个 很健全的家庭 非常爱我的父母 还有两个 很强大的支持系统 和智商师 虽然我现在 还是会焦虑 会抑郁 不过 我要勇敢的 向宇宙下订单 我知道 我一定会好起来 我一定会找回快乐的自己 继续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的运动 希望 有和我一样 状况跟困扰的教友们 也都可以找到 解开心结的那把钥匙 一起加油 努力 然后一天比一天好 最后呢 也希望教主教母 可以给我支持的力量 帮我打气 哈一下 哈 也请马克对我 说出那句 You're awesome 期待日后康复 一定要再写信来 分享更多开心的事 斗内更多 他斗了压百元 七点叫万岁 谢谢你小胡子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加油 加油 这封信里面好香哦 他随性还附上了纸香 那个香是香喷喷的香 还有火柴 我想我是不能在这边 化开火柴的 会出事的 即便你告诉我 不可以在路上 火柴的那一段 画过粗糙的表面 产生火花 这个事情你不跟我讲 我也知道 我知道在这边 不能画过那个 这个很危险耶 粗糙的表面 这根很危险 而且这个感觉 可是这个海绵是易燃 还是抗燃物 我们面前一堆马克线像的纸 全部都易燃 旁边的纸香 我们会像是要献祭的那一些 就是祭品在中间烧起来 让备业电台 真正的重新装修吧 好可怕 马克玛丽丁 林温水是我 最近我在思考关成长这件事情 前阵子我看影片 影片中的爸爸主动跟儿子 示弱 儿子顿时意识到 我成长了 我反思过去跟爸爸相处 他从来没有跟我分享过 他的烦恼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 我若有肆无得知 但我都无法承担 自身庸人 自扰的情绪 我又要如何替他分忧分担呢 这份贴心让我自责 也让我还没长大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旗 不开花结果 可能都是在养精蓄锐 但我自己还是默默的被世俗绑架了 父亲的负重前行 换来了我的岁月静好 我有点愧疚 我在大家认为应该奋斗的年龄 选择安逸 我在快三十的时候去念了大学 我朋友说你不应该愧疚 而是感恩 感恩这一切 学着接受 你很幸运 是一个可以任性的人 很多人是身不由己 或是背负很多责任 无法说走就走 真的耶 这个朋友很棒耶 这个朋友就是给出高频能量的朋友耶 你们认为有所谓的三十而立吗 有所谓该奋斗的岁数吗 我到四十才要步入职场 是否真的太晚呢 我又认为凡事还是有一定的依循 灵温水 愿天天是好天 让我分享我最近的一则IG限动po文 比较是幸福之贼 comparison is the thief of joy 比较对你的影响 可能会胜过其他自我毁灭的习惯 请不要拿自己的开始 跟别人的终点做比较 不要拿自己的日常 跟他人的精彩时刻 高光moment做比较 不要羡慕别人有的 觉得别人有 我也想要有 常常是 这些追寻是直到 当你也有了时候 你才发现 原来有是这种感觉 那根本就不适合我 可是你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去追寻它 去追寻一个 根本不适合你的东西跟事情 很多在别人身上合理的事情 或是别人可以这样做的事情 不代表你也可以 因为那些事在你身上 格格不入 所以最后 不要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 很多那种什么 三十而立啊 四十不获啊 那一些在讲的 如果你把自己套进去 你就觉得 啊我到三十我还没有额力 啊我到四十岁我还有很多的困惑 那个 不要给自己这样 这么多的压力啊 就是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时间 你在你的信里面有提了 每一个人花旗是不一样的 你这些道理你都知道 可是你还是忍不住 会有那些 想要去比较的心 想说 可是我 可是我 难道我 难道我 那你就好好跟自己对话一下啦 我这边收到了一封来自于澳洲的信件 想要请欧小柔来念 第二马克玛丽 我是目前因为签证关系 卡在澳洲不能出境的女子 那我最近发生很多碎事 我两次车祸 加上狗啊 被男友的狗咬伤眼睛 花了我两千五澳币 我超贵 狗被男友的狗咬伤眼睛 我的天啊 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活得比大多数人幸福了啦 那今天有一些小不愉快的事就提笔 第一次分享 我先分享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啦 我在澳洲打工哦 是在按摩店 那消费方式呢 是半小时可以拿45块钱 45块钱澳币是1比20 所以大家差不多 半小时900块台币啊 那小姐可以拿15块 300块 那45分钟呢 是55元 小姐拿20元 就400块 那一小时呢 收65块 小姐拿30元 600块 这些是唇按摩的费用哦 小姐通常会留20分钟 询问客人说 Do you want extra service? 打手枪 handjob 50 dollars If you want me to get naked and do handjob 100 dollars Body slide Body slide 应该就是 身体滑行 对 哇你很懂耶 哇 在上面滑来滑去哦 想不想让人家 Body slide 想不想身体滑 Body slide 你想要被滑 还是你想滑人家 想像不出来 对耶 想像身体滑 没有让你觉得 很兴奋 没有耶 你就只满足于青青 哈哈哈哈 不是啊 跟一个陌生人身体滑 什么好玩的 当然不是陌生人 我现在问你 跟你另外一半嘛 另外谁滑谁都可以吧 保险套口交 也是150 这是平均价哦 那也有女生 消价竞争啊 他要分享的 第一个故事是 想到找不到GG的老伯伯 老伯伯年纪很大 78岁哦 他不方便弯腰 我帮他拖鞋 房间的灯光昏暗 第一次老伯伯全裸躺下的时候 我真的吓呆了 因为完全没有GG 但我还是保持专业哦 我用油轻轻推拿他的胆胆 跟GG附近 顺便脑补说 嗯 肯定是他年轻太爱玩 GG被老婆切掉冲马桶了 哈哈哈哈 想太多了吧 过了一下子哦 就是那一圈的包皮中间 GG发芽了 冒出一点点的头 不夸张 这已经是权硬的状态哦 没办法 我就只能用两根手指这样捏着 用木往外拉的方向打手枪 那也因为太软 不能上上下下 就只能捏着 根部狂拉 不过啊 他78岁还能射精 我也是蛮佩服的 有时候贝贝太久没出现 我就会担心 他会是不是死了 不过他现在80岁了 第二个事情 是充气胆丹 有时候工作常常会碰到假胆丹 有的是因为高丸癌移除了 蒸稿丸 所以就放了假的东西 摸起来触感是不一样哦 比较硬 没有弹性 但这次遇到的贝贝很不一样哦 在开始打飞机之前 他说 wait 然后狂按胆丹 胆丹丹就像帮补一样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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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发出充气的声音 机器也慢慢变大了 打完手枪后 又看到他一直在长按胆丹 等一下 那不就是有一款铺马的鞋 还是哪一双鞋 你知道吗 就是鞋头 也是有可以圆圆按哦 你只按一只按一只按 然后你的鞋就会冲气 噗好像就是这样哦 然后再按按按 然后又把它放掉 对 对 就是这样 他又开始在按他的胆丹 可是刚刚冲气的那个 不是同一个位置 你就可以听到 空气开始消风 噗噗噗噗噗噗噗的声音 然后叽叽渐渐缩小了 他说 虽然不能自己硬 但是爽度还是一样的哟 这什么魔鬼筋肉人啊 哇这个很厉害 这个手术可能是很多男性福音吧 对不对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手术哎 对啊 消风 那风从哪里面出来啊 不知道哎 这很神秘 风又从哪边进去啊 我不知道啊 还是那一颗蛋里面有一些风 把那颗蛋的风 哎不对啊 不对啊 这个需要生殖医学专业 或者是泌尿科医师 或者泌尿医美 我们才会知道 这个气可能排射 就会变成你的屁出来 就你按了些小胖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啊 第三个故事是 想当farmer的tradie 这个男主角呢 是一个工人 tradie 我在帮他做服务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 学牛叫 对 可不可以学牛叫给他听 那专业如我 当然觉得 嗯 not a problem 他一定是动物fetish 所以呢 我就当一个快乐的小母牛 母了起来 有娇喘 有高昂 有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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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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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Doodoo Man啊 他们去哥伦比亚 然后哥伦比亚那些导游 就问他说 Do you want donkey Do you want donkey 然后他们一开始还以为说 他们是不是物化女性 可能就是把女生 譬如说 son of bitch 就可能叫女生母狗 或是什么 所以你想不想嫖妓 可能就是问你说 你想不想啊 对对对 就后来就是 他们就一脸困惑 然后过了一阵子才发现 没有耶 那个导游真的是问说真的驴子 然后很多人去哥伦比亚 或是哥伦比亚 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你说上驴吗 对干驴子 Yeah 驴子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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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吗 呃 好像蛮特别一个体验 What 哥伦比亚驴子真可怜 那他们有拍吗 他们当然没有开 对耶 跳脱舒适圈 你们应该要去做啊 对不对 我就觉得 他有介绍吗 比如说你进去那个地方 也是有一台驴子你选 没有他们在Podcast当中 讲了这件事情 还是他们 你知道多多面 虽然说跳脱舒适圈 基本上他们还是一个 蛮正向的跳脱舒适圈 对啊对啊 所以他们可能 就算真的有跟驴子发现的关系 可能不方便说 你竟然讲这个 因为不可能吧 他们根本没事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有一天 跟驴子发现关系 你会跟我讲吗 你有想去过哥伦比亚吗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跟鲨鱼 还在讲鲨 还在提鲨鱼 好像真的也是不会在马克星上 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 对耶 我觉得可能要隔很多年 很多年 比如说当我老了 变成78岁的 伯伯的时候 那好啦 当年在聊鲨鱼那一些 其实我真的有经验 但当时我不敢讲 哦 然后 现在我离棺材也没几年了 我就讲给你们听听啊 现在你们在听的 可能也跟我一样老了 因为我们吸收不到 新的年轻朋友 水就已经黄标了耶 而且要18岁要登入才能听耶 就是浪潮啊 那个我就是很专业的讲述那封信的内容 对啊 然后竟然还有人说 这是有了另外一半之后啊 讲话方说不一样 变成大胆了 真的是很脑补 你真的很大胆 那个很多久以前录的 拜托 你就是一个这么大胆的女人 Thank you Body slide 好啦 她就磨磨磨磨叫之后 可是我观察到 Trey D的脸色好像不是很满意 我就问她说 Is that okay? Am I doing wrong? 我没有cosplay动物过 我请她教我 她就像A片女主角那样子 嗯嗯啊啊 Oh fuck Yeah yeah 哦 原来她不是要我 像牛 对 她是要我moon 英文M-O-A-N moon moon moon的意思就是身影 她是要我身影啦 讨厌 我以为是moon 哎呀我真傻 这真的是耶 我付钱说 你好好叫 然后你在那边 摸摸摸 真的是很倒胃口耶 再来是烤鸡男 有一次啊 有一个男客人 带烤鸡来店里 我就想说 哇 这个客人好贴心哦 怎么知道我们肚子饿了 可是呢 他把烤鸡拿去按摩房 我们就没有多想 到了服务环节啊 客人就把烤鸡拿出来 要求我用烤鸡 帮他打手枪 蛤 By the way 澳洲的烤鸡 肚子里面有塞糯米 跟香料 可能很软 很暖 我就拿着烤鸡 站在床边 上上下下 直到他设在烤鸡里面 再把鸡带回家 应该就是要吃吧 不知道耶 好啦 谢谢你们看我说这些 我在这边没有人可以分享心事 因为我男友不喜欢我跟朋友宿库 记得要帮我四名哦 Donate了五元澳币 爱你们 I'm awesome 这封信来自于2023年的3月6号 然后帮他四个名啊 应该就要叫摩摩妹吧 摩摩妹不然就烤鸡妹 我叫身影摩摩 身影摩摩 摩摩现在在干嘛啊 都是摩摩啊 接主持吧 然后常常在日本各地游走这样子 对啊 去日本玩 我猜啦 我来看看这封信会是谁 马克马丁你们好 不晓得念这封信是几年后 希望那时一切都好转了 好转了好转了 他不是说疫情啊 疫情好转了 疫情好转了 这一个月内我们陆续送走了三个亲人 仪仗 我的一只宠物 姑姑 好多哦 我知道他们确确实实的离开了 我也接受这件事情 但我止不住悲伤 我知道要给出高频能量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请问刚刚那个第二位是 我们陆续送走了三个亲人 对第一个是 遗仗 第二个是 我的宠物 一只鸟 叫鸡鸡 什么意思 你不给情绪高都都帅了 你什么意思 不是啊 好高频的 对对对 我止不住悲伤 鸟是惊人 这三个当中 我最难过的就是我的宠物 what 遗仗啊 遗仗 还有哭哭 哭哭啊 最难过的是我的鸟 因为我每一次 起床上班前 都会去笼子旁边叫他起床 摸摸他 说你真的好可爱 我真的好爱你 他就会很生气的咬 我会去吃饲料 可是现在笼子空荡荡的 你懂肌肉记忆吗 这些让我很痛苦耶 我很累很需要被安慰的时候 因为突然忘记 我的鸟鸟已经不在了 我就再绝望一次 其实一开始我没有想要养它 我只是想让另外一只鸟宝宝有伴 就一起带回家 结果原本的鸟因为先天疾病离世了 就只剩它陪着我度过在嘉义的生活 还有分手后的那些孤单日子 如果没有这只鸟鸟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在那些平凡的日子里 有你的陪伴我真的很幸福 我只是有点遗憾 在你不舒服去世的前一个晚上 有股很强烈的感觉 要我下楼去抱抱你 但隔天一大早带你看医生 我就想说好 就没起床了 结果你真的很坏 挑我最忙的时候离开我 还故意挑我生日前一天离开 但我还是一样爱你 你每次都咬我的鼻子 都只咬我不咬其他人 但我还是爱你 希望我们来世不要相见 你不要投胎了 你自由自在的去吧 我以为我哭得够久了 但某个时刻想的时候 就会情绪满意出来 我朋友都说我太勉强自己 赶快好起来 可是更多时候 我连我再勉强我自己 我都不知道 马克马里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察觉 你其实在勉强自己这件事吗 哦 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嗯 另外我想说 保险一定要记得 多保一些医疗险 他现在回到胰障了 哦 ok 胰障并发到去世 不过半年的时间 如果当初不是阿姨 很干脆的保了癌症险 一个家庭哪有能力负担这么急 用这么大笔的钱呢 还有超速 酒驾 违规的人 你想死你真的可以自己去死 不要牵托别人可不可以 为什么把人撞死之后 你还想和解 我姑姑原本是一个 会活到七八十岁 每天笑笑的 很可爱的人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都没有真实感 很无力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爸爸 跟表姐们 抱歉这封信 思绪有点乱 原本我是想要在这封信 抒发一些情绪 但又觉得好像丧失了语言能力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经历别离 但每一次都好痛 不知道你写的这封信 有没有抒发一点呢 想提醒各位典友 如果未来接到重大二号 请别人载你去医院或殡仪馆 不要自己开车 姑姑去世的那天 爸爸同事也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快速想要搬向医院 开非常的快 结果煞车来不及 就撞上了其他人 被撞的人也当场昏迷 警察来也直接收压他 他连他母亲的最后一面 也没有见到 那被撞的人昏迷指数只有二 基本上也醒不过来了 不要让一个遗憾 变成两个家庭的遗憾 连续的遗憾 对啊 好难过 来自于小辣椒苦瓜 付上一百元 我收到了一个小朋友 他可能不喜欢被叫小朋友 那他想要请马克用小孩子的语气念 我是最近才开始关注你们的蓝色棉花 我是才刚升上国二的女生 我对于国中并不是很喜欢 好吧 是超级讨厌 开学几个星期后就不停的借课考试 什么综合课 美术课 体育课 同军课 每个艺能课都被借 根本就不会还 还记得国一的时候 有一次同军课印象很深刻 我们食材都准备好 要烤棉花糖了耶 结果又被借课 我们全班投票拒绝 顺带一提 那个老师叫我们投票的哟 拒绝后 第二老师就冲到我们教室 我们又不能烤棉花糖了 我那天超级生气啊 但后来又想 反正国中生活就是这样吧 早就应该习惯了 NO 至今我还是觉得 国小无忧无虑的生活太赞了 那些说我觉得国中也不错的人啊 都不懂我的感受 各位大人们 压抑住你现在想要在下面回说 其实国中也不错的感受 你不懂啦 因为你不懂 你不懂国小才是真正的无忧无虑 不懂不要发言 然后你就会听到国小生说 那些说国小生无忧无虑的 你们都不懂啊 幼稚园才是真正的无忧无虑 不可能幼稚园还会回嘴吧 虽然我国小的成绩不特别好 我也被排挤过 可是我还是觉得国小好棒 上国中后觉得特别奇怪 因为同学们相处得还不够久吧 上国中后觉得特别奇怪 我原本以为这样 可是到国二还是会觉得 我好像回国小啊 马哥玛丽觉得国中跟国小哪个比较好呢 都很烂 烂爆了 小时候根本就不快乐 幼稚园开始就不快乐 国小也不快乐 国中也不快乐 你从幼稚园就不快乐 当然 幼稚园很无聊耶 是哦 你幼稚园就快乐 对啊 幼稚园不错啊 不会吗 我幼稚园一个印象都没有 我幼稚园的记忆是零 我幼稚园就有女朋友耶 靠 你要跟他结婚吗 他姓什么 喂 他长得怎么样 人家都说长得不好看 可是我喜欢他 那你怎么跟他告白的 没有我们好像就自然就是男女朋友 你有跟他牵手哦 好像有吧 哎呦 哎呦 你好恶心哦 还好吧 你有跟他亲亲吗 亲亲哦 我幼稚园好像是跟男生亲亲 嘴对嘴吗 对啊 你为什么要亲他 你先亲他的吗 不是耶 他先亲你的 我们就觉得午休的时候 因为午休都会睡很靠近 然后亲亲好像蛮好玩的 然后直到某一天 他就说 妈妈说掉不好 所以午休他趴的时候 就马上就直接亲亲 不是趴的 幼稚园小朋友应该是躺着睡觉啊 然后你就转头 然后看隔壁的他这样 他也看着你 我忘记是怎么开始的啦 但你很着迷 我也没有很着迷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 午休的仪式感 午休叫他亲亲 很好玩吧 你幼稚园很好玩 对啊 我幼稚园都美哦 是哦 幼稚园还有到处打人啊 就是幼稚园有一个很坏的人 就班上有很坏的人 他就会很恶霸 就会打人 然后这应该是我妈后来告诉我的 应该不是实际上我记得的 就是幼稚园有一对双胞胎 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哦 然后他们把我 就抓我的头然后在地上尻这样子 幼稚园双胞胎抓你的头 在地上尻 对对对 他尻到我头上肿一个包 所以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妈就帮我洗澡 然后就泡澡在那边 然后我妈就在那边跟我说 以后有谁打你 你一拳打回去 然后一直叫我这样 你重复一次 你跟我说 马克你重复一次 以后谁打你 我一拳打回去 然后问说 以后有人打你 你要怎么样 一拳打回去 对 你要怎么样 一拳打回去 对 有人打你 你要怎么样 一拳打回去 对 然后隔天开始我就学到 疯狂揍人 你说人家没打你 你没出拳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然后 你中狗 然后幼稚园老师 就困惑跟苦恼 找我妈来 就说 怎么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平常很peace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妈说 不是啊 那些人在欺负他 难道你要看我儿子 要被欺负吗 然后老师说 可是你也不能叫你儿子 去打人 之类的啦 怎么样 很有趣吧 很有趣欸 对啊 是不是台北市 比较好玩吗 为什么要扯到现实 我们不是已经很久 已经就讲过了 我们不要再把自己 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马克信仰是面对 全球华人的 全球 好的好的 蓝色棉花呢 最后想要分享一个 无意义的习惯 我是一个很怕鬼的人 我也很怕那种 来家里偷东西 然后我不小心目睹到 我可能就会被干掉了 啊所以啊 有时候洗完澡 我就会故意开 浴室的门开得很大声 因为如果我房间有小偷的话 我当然不想看到他啊 所以我会先给他一个 我要进房间咯 的警讯 好让他躲进衣柜什么的 等我晚上睡觉以后 他再离开就好了 我跟我哥哥说了这件事情 他笑到快疯掉 还好青春 幻想就是家里有小偷这件事情 亲爱的马克玛丽 我想分享一件事 某天我上完游泳课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同学 他没有扣扣子 Oh my god 我觉得超性感 我就叫他把扣子解开 扣子解开 放学时我看到他 我也叫他 你把扣子解开啊 解开扣子啦 结果他妈妈在他后面 看到我 也听到我讲的话 超尴尬 希望他妈不要去告证好吗 他下面有一个顺口六 说 Difficult 很难 钢弹荡单杠 这个超难的 盪断单杠 单杠不给钢弹荡 安昂超难的 钢弹荡单杠 当弹荡单杠 单杠不给钢弹荡 哇 这最后这两封这么的青春洋溢 我应该还要再回吗 还是就在这边 你时间共管大师啊 你要回谁敢嘴 见好就收呢 我们就来看看 桃园市金龙路的这一位 能不能让我们的马姓 有一个快乐的结尾呢 来自于2021年10月7号 今天是跟交往 近三年的男朋友 分手第一天 刚是你肚子叫吗 对 你饿了哦 超级 你刚不出来吃饼干吗 因为我整天没吃东西 你又没吃东西 我们要不要检讨一下 这件事情 怎样 你早上起床之后 为什么不吃东西啊 起床就是要工作啦 那没有啊 所有的工作 你应该要排在 吃完早餐之后 我没有排吃早餐的时间啊 你为什么不排 没有东西吃啊 你家没东西吃 我又不像你有妈妈 不是你家没有东西吃吗 最近的东西这么的多 你说吃那些高热量食物 你说吃蛋黄酥跟月饼 不行吧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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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的蝴蝶酥啊 对啊 饼干啊 吃一片饼干 喝一杯牛奶也不行吗 吃一片饼干 你以为肚子就不会叫吗 我当然吃啊 我狂吃啊 然后肚子还是会叫啊 我需要很多热量耶 那你早上不喝一杯豆浆之类的吗 没有豆浆啊 你可以买回家冰在冰箱啊 你可以泡麦片啊 以前我们不是很着迷喝贵格三合一吗 对耶 以前我真的很着迷喝那个东西耶 我那一下班喝一杯 我真的好喝 你知道我们这个水一定要加到6分 6.5分满 过了就吸了 吸了光喝 对对对 以前我们真的蛮智障的耶 我们的快乐来源很少耶 他要去7-11 然后用他的那个 关东煮的汤 关东煮的汤 泡科学面 然后再放进微波炉加热 20块可以买到我一整天的快乐耶 就你 你起码买个燕麦片在家不好吗 而且你家冰箱明明就有一些优格或什么之类的吧 老师会吃的 你为什么不吃早餐 我错了 我错 你想要你随便讲几句你错讲三次来逃避这件事情 不是不是 对不起 我主动面对 我要给出高的能量 你觉得你需要成为一个吃早餐的人吗 我需要 我要好好的正视我自己 所以明天开始你起床行程之后 一起床就要怎样 要吃早餐 一起床你就要 吃早餐 一起床打开棉被之后你起床就好 吃早餐 然后之后你就会接到卡迪阿迅说 你昨天跟他说什么 他好奇怪 他现在像是神隐少女的猪一样 他狂吃东西 他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不可以这样乱嚼他啦 不可能人家食物很少 你不可能变猪的 傍晚呢 我看到了我男友传来的讯息说 想谈我们之间的事 我就有了预感 我是萱 今年26岁 是个零收入的全职考生 毕业后呢 就跟前任男友住在高雄 大概一年半后 因为金钱的水土不服 回到了北部就业 开始远距离 之后呢 就是偶尔我下去 通常他上来的日子 感情呢 渐渐平淡 变得跟朋友没两样 在这之间 也有另一个人出现 几个朋友 每天嬉笑打闹视讯 男友也不觉得有其他人 日子就这样过着 早安晚安 视讯五分钟的生活 已经有预料到 不知道哪一天会分手了 实际到了今天 还是气不成声 他不是渣男 带我也没有不好 反倒时常带着我吃喝玩乐 给我十足的安全感 融入他的生活圈 满足我的喜好 陪我上山下海 他说现在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连晚回都不想 未来没有想结婚 目标也不太一致 就不要耽误彼此吧 其实我心里也认同啦 但是听到 还是不知如何反应 脑中只不停地回忆其他的好 那些我的兴趣他都配合 原以为会走到老 他说 我都没有尝试 陪伴做他喜欢的事 我沉默 很和平地分开 直到最后还包容着我 删着手机中的合照 有很多的后悔 怎么没有多付出 多珍惜一些呢 回忆疯狂地涌上心头 自己也知道到了尽头 只是感性还无法放下 好想要找人倾诉 但是没有人 马克信箱是我的树洞 也想要借由你们记录下来 不想忘记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有争吵的时候 但大部分都是幸福的 写到这里 舒坦了一点 现在是凌晨的2点40 其实很怕回忆再度涌上 毕竟巨蟹 真的是很念旧的星座 希望念到信的时候 已经可以好好放下 三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珍惜拥有的 也希望到时候 考试已经考上 能够好好工作 下次再来分享别的故事 已经加入会员咯 祝两位平安顺利 爱你们 来自于 宣 现在宣呢 就是给出一个低频的能量 后悔 后悔 但是呢 在这个后悔当中 你也可以感觉到 它有高频的震动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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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呢 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啦 你已经放下了 不管你有没有考上 都希望你的人生 有更前进 更满意自己 然后可以给出 高频的能量 好好的安慰自己咯 今天最后呢 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当你明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 你要干嘛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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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 都是细节 欢迎来到本周的 马性救世主时间 维热说 红柚好吃吗 你吃红柚了吗 我吃了 他送来第一 他不是送来第一天 就是我们拆箱 因为那个红柚真的非常大箱 所以我分一些给同事吃 然后分的那一天 开箱那天我就吃了 我吃的那颗很水很甜 这么厉害 所以他后来跟我说 可以再放一阵子 我就想说 需要放吗 我吃的那颗就很甜 我就是带回家 带回娘家 然后Catia的舞姨说 这个 这个要放久一点 你看现在还这么水 对 他也是跟我说 要放到皱皱一点的 所以我都还没有吃 谢谢微热 台北的2730咖啡 欢迎点友来相认 来台北就找我们 喝咖啡吃甜点吧 Accessories by Leaf 回家作业 中秋过完 点友们有变胖又变高吗 我指的是三节奖金的部分 现在有超划算的优惠活动 购买三件吉祥免运 消费满两千 送一项商品 报上点友 还可以有专属小礼物 欢迎IG搜寻回家作业 叶子的叶 投入花草的怀抱吧 瓦楞指引邦邦 扶起来签到 不敢相信 桃源阿强准备开始移民到美国了 希望能住在夏威夷 请问有夏威夷的点友吗 我想知道在夏威夷实际生活的感觉 哇阿强你怎么会想要在这个时候移民到美国 但是夏威夷还好啦 可能美国本岛的某些大城市比较 比较可怕一点 对啊 夏威夷应该还算是蛮peace的 乌萨克斯好哇 一年又过四分之三了 你的袜子是不是要该换了 快上虾皮搜寻乌萨克斯买袜子吧 点有专属优惠吗 WOOSMKMR 大家每天都开心哦 WOOSAKS的拼法是WOOSOX 安安说 汉堡哥生日快乐平安健康 一起努力走向更好的未来吧 爱朵儿 爱宁 可爱猫狗扩箱时花艺手工卡片 快上PinkCoin搜寻爱朵儿 10月有超多优惠活动哟 点有可以在75折哟 I'm mercy with trust哦 黄说 一起关心台湾的宝贝 东部第一座非营利野生动物医院 请搜寻野湾 来自持教练的健身小tips 如果你已经训练一段时间 你可能发现某个动作 即使很注意姿势都还是会歪掉 这可能是身体结构的问题 也可能是某个神经被压迫 或是某部分的筋膜过紧 导致身体某个区域的功能出现异常 如果你觉得有类似的问题 建议你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私讯我的IG AA90092TS 如果是询问一对一课程的话 报上点邮 另有邮会哦 我们的机场接送服务 就像超能力一样 安全超越钢铁 可靠超越英雄 舒适超越梦想 回国不再大包小包 国门即是家门 选我们超越您的期待 让我们成为您的第一选择 笑声不断 IG请搜寻 Taiwanese底线Store 最近一直太忙 忘记来留言 但还是有收听美极的马克信箱的哟 你没有讲你是谁 对啊 所以 圣普说 哈利路拉一下 希望阿辉冰宫身体健康 竟而早日找到好工作 哈 阮妈妈因为种种因素 要退出救世主了 愿各位平安健康 呼吁救世主 金简 摇滚巴比 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观影体验的 不是观影 就是看剧体验的 可以去体会一下 旧市主 Ang Jewelry Ang Jewelry 挑选首饰来吸金 吸闹的吸 让你耀眼又吸金 发迹于英国的台北首饰品牌 Ang吸金房 吸金房 吸金方 吸闹金事方 这个 哇 当潜水点友家开店满一周年了 纯智邀请点友们来吸金房 金事跟银事 定制品牌银事跟金事 请Facebook或是IG搜寻 Ang吸金房 吸系的吸 金属的金 是金属 私讯报上点友 令有专属优惠跟免运优惠 走在有你的时间里 ID watch 客制化姓名指针手表 香港点友下单留言 含马克信箱万岁 另有小礼物哦 为什么 为什么香港 为什么 那台湾呢 不知 那新加坡呢 那马来西亚呢 那俄罗斯呢 人家就想知道 你管就是主 金玉满堂的金满堂 是卖黑糖的 女生生理其喝的那个黑糖 不是卖文具的 文具的那个叫什么糖啊 金玉堂 金玉堂 对对 因为它是金满堂 它是金玉堂 都是金玉满堂 30年的传统口味 坚持每日熟弱 烧饼油条 还有纯黄豆磨制而成的豆浆 为您开启一日的活力 就在纯纯传统豆浆 纯是 纯纯真的纯 纯纯真的纯 纯纯 哇 怎么念不好啊 纯纯的爱纯 纯纯的爱纯纯的爱 地址在新北市树林区保安2街30号 来电报上点有也有招待 哇 可以招待什么 好赞哦 豆浆还是要招待油条 你是会吃豆浆配油条的人吗 会啊 你是会吃烧饼配油条的人吗 会啊 您不会啊 烧饼干的油条干的 两个干着合在一起 不会吃 可是有的烧饼刚出的时候啊 它里面那个是有点 它不是全然的干耶 然后有时候就是 你就 我会 我会分开吃耶 因为我觉得烧饼是会有 我会夹在一起吃 然后油条就是想要吃油条的脆干 这样子 猪猪零食小铺 我们有八种口味的猪肉干 口味多元哦 密封包装哦 不管什么时候吃啊 都很方便 IG Facebook搜寻猪猪零食小铺 我们在10月7号星期六下午 1点到8点在桃园眷村文化节 有摊位 欢迎可以来看看 LINE可以搜寻 at930NPCWX 我们也有虾皮 跟iOpenMall卖场 欢迎大家多多追踪分享 报上点有有优惠哦 好用的抹布 有个好用的清洁好伙伴 豆布DOBO前导 02 22975888 新北市泰山区康泰诊所 这里酸那里痛骨科附件 02 22975888 眉毛大师超过你预期的眉型设计 完成你想省时又好看的需求 欢迎年前赶快约起来 简配营眉毛大师 房产詹姆士 帮你解决生活大小事 让你的ID搜寻 at BIO7040 小弟本月生日 回馈清典教徒 开放祝贺我 我请喝咖啡 哇 感谢以上的马姓救世主们 也提醒救世主 要赶快去看看社群留言哦 不要错过你们的权益啦 我是说你 请不吝点赞你的 请不吝点赞 Hu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